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名人去谈频道,靠着全方位的战力,截至6月19日,纽约洋鸡队以50胜32败的战绩领跑全联盟,是目前战绩最佳的球队之一,他们在各项关键统计数据上也表现出色,场均失掉3,38分,是联盟最低的,比第二名球队低0,14分,场均得到5,05分,仅次于巴尔迪摩精英队的5,13分。 排名第二,胜分差加124也是全大联盟中的最佳表现,洋鸡队的成功,不能没有他们的核心球员,Aaron Judge和Wang Soto在进攻端的贡献尤为突出,Wang Soto以315的打击率,433的上磊率和592的长打率表现出色,已经击出了18支全磊打,尤其在Soto即将成为自由球员的情况下, 他正朝着生涯新高的39轰迈进,为球队提供了重要的长城火力,特别是左打手的能力,尽管Soto在全大联盟的表现令人瞩目,但在洋鸡队内部,Aaron Judge却是球队的最佳打者, 他的OPS加达到了210,是全大联盟中最高的,而Soto的OPS加则是189,在洋鸡队内排名第二,其他在大联盟OPS加前五的还包括Marsel Ozuna 181,Kyle Tucker 178和大谷祥平174, 显示了这些球员在本赛季的出色表现和统治力,在2022赛季创下的记录中,Jag的OPS加恰好达到了210, 尽管6月中的210OPS加和整个赛季的210OPS加之间存在显著差异,但Jag已经证明过他有这个能力, 此外,Jag在2022赛季的击球数据是311、425、686,而本季迄今为止则为299、425、686,然而,别忘了,Jag并非从赛季一开始就展现出如此统治力的表现, 他的赛季开始非常糟糕,甚至在球队主场的摇头娃娃日上遭到全场球迷的虚声, 两天后,他的击球数据仅为174、308、337,然而,从那天起的50场比赛中, Jag展示了近代可能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表现,击球率360、上垒率480、长打率854,其中包括17支二垒安打和23支全垒打, 这50场比赛的时间范围从4月24日开始,此后只有Elec Baum的21支二垒安打比Jag多,因此,在几乎所有数据方面,Jag都遥遥领先。 自从2017年初登板以来,Jag一直是全联盟最强的长打手之一,而包括2022赛季在内,今年绝对是他职业生涯中长打火力最强的一年。 他被认为是大联盟历史上最伟大的长打手之一,正在创造自己职业生涯最出色的赛季表现。 杨基队总教练Aaron Boone在上周当Jag的打击率重回,300大观时表示,看看4月时他的打击率还不到,200,现在能达到这样的成绩。 只再次说明了他是一名怎样的球员,我不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,但能亲眼见证这样的表现,并几乎每天都看到他不断刷新,实在是令人兴奋。 他真的很特别,老实说,在50场比赛中打出,360的表现并不是前所未见,尽管令人惊叹,但并非绝无仅有。 例如,Mookie Betts去年从6月30日到8月31日的50场比赛期间打击率为408,而Riz去年也曾在50场比赛中超过400的打击率。 自2021年以来,Soto,Freddie Freeman,Paul Goldschmidt和Cory Seager等球员也曾在50场比赛中展现过超过360的打击率。 480的上磊率对于Jack来说并非新鲜事,甚至在他职业生涯的某些50场比赛区间中,这并不是他的最佳表现。 例如,在2022年7月24日到9月19日期间,Jack的上磊率高达511,而在2021年,Soto在50场比赛中较出了555的上磊率,Betz,大谷和Brice Harper等其他球员在过去四个赛季也曾在50场比赛中展现过超过480的上磊率。 然而,在本世纪以来,除了Jack之外,只有另外5名球员曾在50场比赛中达到至少850的常打率,而只有10名球员在50场比赛中达到1300的Ox。 2000年初期的Benz被认为是棒球史上最为出色的击球手之一,因此在50场比赛内打出850的常打率和1300的Ox,只有极少数顶尖球员才能做到。 像Mike Trout,Albert Pujols和Miguel Cabrera都没有做到过,而Jack成功进入了这个极为罕见的名单之中。 在本赛季的前74场比赛中,Jack已经敲出了26支全雷打,显示出他正朝着创造单季57轰全雷打的节奏迈进。 虽然这个数字不及他在2022年创下的62轰的记录,但已足以使他进入历史上单季全雷打数前20名的名单,并将成为美联史上单季第7多的全雷打数记录,与2022年的前74场比赛相比。 Jack当时击出了28支全雷打,距离现在仅差两轰,显示出他在接近创造类似的壮举。 这只要一个火烫的系列赛就有可能发生改变。 如果他能像在2022年6月1日到6月3日那样,在三场比赛中敲出四支全雷打,他就有可能超越去年的全雷打进度。 到那时,我们可能会开始讨论他是否能打破自己创下的美联全雷打记录。 考虑到他本赛季开局时的低迷,现在已经在讨论追赶2022年的记录,确实令人惊讶。 这显示了他作为一名球员能够在赛季中逆境中崛起,并展现出强大的反弹能力。 讨论Jack追逐美联全雷打记录可能不那么引人关注。 真正热衷的球迷更关心Jack的总长打数级他能否创下新记录,尤其是能否挑战单击100支长打的成就。 大联盟历史上仅有15次有球员达成至少100支长打,自1948年以来更是只发生了6次。 单季最高纪录是1921年Babe Ruth的119支长打。 特别要提到的是,Bell在1995年缩水赛季的144场比赛中就达成了100支长打。 其余的球员则是在162场完整赛季中完成这一成就。 21世纪也有一些非常接近的球员,例如2013年Chris Davis积出96支,Derek Lee在2005年积出99支,以及Pujols在2004年也积出了99支。 从2014年到2023年间,大联盟长打的领先者平均每赛季有88支长打。 Jack在前74场比赛中积出了49支长打,包括22支二蕾安打,一支三蕾安打和26支全蕾打。 显示出,他正朝着创造单季107支长打的步伐前进,这将使他追凭Bounce在史上第三多的单季长打数。 仅次于Ruth,1921年的119支,和Lou Gehrig,1927年的117支,要达到单季100支长打。 Jack在羊鸡队剩余的88场比赛中需要再积出51支长打。 这并非不可能的任务,无论是追逐三位数的长打数,还是打破自己创下的美联全蕾打记录。 Jack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对手采取的回避战术。 这种情况在2022赛季尾声就曾发生过,而即便今年Soto也在打线中。 但似乎又有这样的趋势,随着季后赛卡位战的加剧,各队不会让Jack有机会击溃他们,而是会把赌注放在Stanton、Verdugo和其他球员身上。 同时,Jack无可避免地会遇到表现下滑的时期,这是肯定的。 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打者,但绝对无法稳定地维持854的长打率或者1334的OPS。 因为这样的球员几乎就是不存在的,尽管他在状态良好时能够展现出这样的表现,但不能长期保持在这个水平上。 如果Jack剩余的赛季能够保持1000的,OPS可能并不令人意外,但达到1300,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然而,就目前而言,他最近的50场比赛绝对是近代印象中最为统治力的50场比赛之一。 Aaron Judge作为羊鸡队的核心打击手,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统治力和非凡的打击技巧。 从他本赛季出的低迷到如今的飞速反弹,Jage不仅证明了他作为一名顶级球员的实力, 还在拳雷打和长打方面创造了多个赛季性能的新高。 在前74场比赛中,Jage已经敲出了26支拳雷打,展示了他在击球方面的惊人力量和一贯稳定的表现。 尽管他曾在本赛季初期遭遇困境,甚至在球迷面前受到过批评, 但他的坚韧和决心使他从中崛起,成为球队最可靠的攻击武器之一。 如今,Jage不仅是球场上的一面旗帜,更是对手们最害怕的对手之一。 他的每一个出场都可能成为改变比赛走向的关键时刻。 随着赛季的深入,他将继续挑战自我,追求更高的表现和创造历史的机会。 无论是追赶个人记录还是为球队争取胜利, Aaron Jage都展现出了超越常人的潜力和决心。 他的职业生涯不仅仅是一串串数字和记录, 更是一段段精彩绝伦的棒球旅程。 激励和感染着球迷和同行,让我们一起期待。 看见Aaron Jage如何在未来的比赛中继续书写属于他自己的传奇篇章。 余真的要想去注重往薄和决心惯立成为于逍运 publi。 请温免加深入 多数人表示安静。